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破300万大关了 将会成为台湾第一个 突破300万订阅的新闻YouTuber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 赶快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赶快加入我们 我们现在的人数是 299万4千184人 希望等下播完新闻的时候 人数都一直在上升 请你赶快现在就订阅 然后丁雄的聊天室置订连结 点到YouTube当中的中天电视频道 按下订阅按钮应援中天 如果你已经是我们家族的一份子 也请你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 一起加入到台湾最大的 新闻YouTuber家族 也让监督力量更强大 创造新记录 邀请你订阅再加一 我们再来看到中天电视频道 300万订阅 我加一 赶快留言赶快留言 让监督力量在中天 中天电视频道 300万订阅 我加一 让监督力量更强大 好 现在看到有谁呢 有看到慧营六帅阿福 还有看到萝卜头 Ben 崇敬跟阿旺 谢谢你的斗内 还有看到 Berry跟Ben 还有秋香 马鼠 小布 安康 永宝安康 跟萝卜头 大家都刷得非常快 谢谢你们留一排的鱼 大家午安 下午好 好久不见了 希望你们持续在线上 跟我们应援 然后聊聊天 好 新闻首先呢 先来带大家看到一则新闻 金融市有一名卢姓男子 日前到小吃店消费 喝醉大声的喧哗 因此临桌的客人相当不满 竟然是烙人杂电 详细的情况 我们联系记者陈正邦 好的 主播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庶民酒客在小姐处涌下 饮酒作乐 聊得正起劲 一名婚姻男子穿着拖鞋 大摇大摆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十几名凶神恶煞 手持棍棒刀蟹来意不散 据了解 带头的卢姓男子 是地方上的脚头 被列为自贫对象 日前他和朋友到小吃店消费 酒后喧哗被林桌的客人呛瞎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庐男带着近二十名小弟 回来寻仇 想不到呛他的酒客早已离开 没有找到仇家的庐男 怒气没地方发泄 竟然指挥小弟拿棍棒砸电 还将一名服务生 砍在身上多处撕裂伤 我们来听听警方稍稍的说法 如显于去年110年10月间 在本市某小吃店与林桌客人 发生火脚嫌隙 后帅旗下小弟重返现场 寻仇未复 转而威吓店家并指挥小弟 奔驰棍棒刀蟹 砸毁该店并砍伤无声 警方全力侦办 逐一锁定相关涉案人员 昨天逮捕祖贤庐男 和动手的清明嫌犯 全案讯后依组织犯罪 杀人未遂 伤害毁损 防案资讯等罪嫌 移送罚犯 以上最新主播 好 提醒大家 就是酒后不要开车 也是适量的饮酒 饮酒不过量 我们再来看到 桃园的自来水管线 老旧破裂 大停水惹得明远 北市松山区6号也传出灾情 在光复北路98号前 在地下室 是地下寒管不明的原因破裂 这个水流呢 是冲刷上层的土石 形成了长度是约60公分 宽约40公分 深度是3公尺的坑洞 而在新公处7号又开始施工 进行寒管 路面抢修工程是修了超过3天 还没有修好 由于该路段呢 是车流量非常的大 常常出现拥塞的情况 松山分局 启动了交通快打 疏导了现场的车流 并且呼吁说民众 赶快改走替代道路 并且共同的维护交通顺畅 再来看到 针对新竹棒球场的工程品质 争议都闹得沸沸扬扬 台北市场 台北市议远王世间炮红说 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是草包 还强调说他明显的违法 应该要被调查 甚至收押 而民党的新竹市党部呢 今天是召开记者会 要求党中央开除王世间 王世间下午受访时就强调说 追查工程弊端 查了半年 查不出什么样的进度 清算党内同志 效率倒是挺高的 如果新竹市的党部 决定要这么做 那就赶快去做 自己是绝对不会抗辩 但是相信党中央领导者 是有智慧明辨是非的 他们新竹市的党部 效率很快 这个要开除王世间党籍 这个效率是真的很高 我们佩服他们 他们就去办 他那么有效率 他赶快去办 我绝对不抗辩就对了 我被你开除党籍又怎样 我坦坦接受我 你有敌案 请党部 他们依法斟酌伴侣 我王世间绝对不去抗辩 王世间讲这个这样不行 哪一个人批评这样不行 哪一个人一直消消消 切切切切 切到最后剩1450 这些家伙不要在那边 吃吃渣渣1450 在我看你们位于权势 你们对这些贪赃王 不敢讲半个字 只敢来针对王世间 你们就是太贤 这么简单 要开除就开除 我不抗辩 只要我符合他们认为 违反什么党纪的 那你就做吧 我不抗辩 但我知道我们党的领导者 是有智慧的 他很清楚我在讲的是什么 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 王世间昨天引用了错误的资料 抛轰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民进党的新竹市党部 非常的不满 要求党中央应该要开除 王世间党籍 而且立委蔡政人就表示说 要开除王世间 也不是只有这一届 不过也反映出 民进党内部的焦虑感 刘康彦市议员 他的数学可能没有那么的好 他9.5亿元跟11.7千万 11.77万说涉不到3% 算一算的话 照比例9.5亿元不是涉不到6%吗 这有什么好嘴的 换句话说你一个工程 你已经付了94%了 人家骂你的时候说 你已经收了多少 97% 你去跟人家炒这个% 这不是问题的本质吗 你要护航还是要帮他们讲话 实在是有点过度 第二个 请问这跟清白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数字看错了 就差3% 难道要跟那个64万一样 要八路搜索是不是 王世间在骂林志间 是在救民进党 他前面不讲过吗 民进党打两个巴掌就好 不要把他打死 他们现在想要把所有的责论 都由林志间一个人扛起 要开除王世间的事件跟声音 好像这不是第一件 也不是最后一件 王世间在民进党的处境 真的是姑娘 他还没有几个同志感 跟他太靠近 即使有一些同志觉得 他做的方法也没有错 可是觉得他讲话对民进党 反而伤得更严重 所以所谓说你讲错一个11亿7千万 跟一个9亿5千万就要开除党 说他引用错误之虚 这个是一个笑话 但是反映了民进党 党部人的一种情绪 现在看得出来说 民进党人现在内心的焦虑 觉得好像火山快爆发之前 那种民进 这种火山快爆发 他就跟你计较 对不起 到底是喷9.5公尺 还是已经喷到11.7公尺 反正火山要爆发了 有差这一点吗 所以王世坚说 而且讲得很狠话 林志坚该买手 这就已经让很多民进党气氛了 对蔡英文来讲 林志坚就他像儿子一样在照顾 所以这个我们女皇帝的兼额 你竟然喊打喊杀 王世坚到这个地步 坦白讲他已经为他的良心 付出很多的代价 他大概只能没有机会 好像挑战立委了 王世坚骂林志坚是不是就会让 民进党的民调上升 还是说这是为了要救民进党呢 我们再来看到新竹市长高宏安揭发说 前市长林志坚任内重要的政绩 新竹爆球场挖出了砖块 还挖出了电线等废弃物 还有绿光公园也被揪出来说 两年前挖出废弃物 于是呢外界猜测说新竹市的大秘宝 不只是新竹棒球场而已 今天城市评论员 黄耀明就翻出了一篇前年2021年11月的报导 开挖不久的新竹国际展演中心的工地 挖出了将近500吨的废弃物 要35辆卡车才能够再玩 黄耀明说新竹国际展演中心原定是2022年底完工 因为清运废弃物等事项延宕 现在仍在施工当中而更巧的是 新竹国际展演中心的预算也是追加到了12亿元 怎么会这么巧 黄耀明指引说到底新竹市的地下 是埋了多少废弃物 还很宣说这就是五星级 前年11月 新竹林志坚有很多那种公共工程 除了棒球场以外有什么 还有一个叫做逸文高地 逸文高地是一个 就是说他们希望在一个 现在有一个叫做 以前你记不记得叫 是世博有个天灯馆 记不记得上海世博会有个 我们有个天灯馆 放在新竹市 然后后来变成文字馆 然后他要 当时他要把这个活化 旁边刚好是台肥的土地 有一个台肥的仓库 台肥的仓库要变成叫文创馆 然后这个天灯馆要变成 儿童探索馆 然后空地一个大的空地 要变成叫做国际展演中心 这个三合一的叫做逸文高地 在这个国际展演中心的 那个整地的时候 整出500公顿的废弃物 500公顿要运 用35辆卡车才运得走 等于说光是为了 你看工程正要开始整地 碰到这个 光是运 整个工程的供旗就要延宕很久 而且你知道它那个废弃物有什么 帆布袋一大堆 然后什么垃圾 什么轮胎 然后机车的车牌 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在里面 他们就很难想到会不会是 很长期累积掩埋 变成当年空地 就变成一个掩埋场 就地掩埋了 可是他们也没做 反正就是把它运 因为要施工 所以这个工期本来是去年底 这个所谓的国际展演中心 去年底要完工的 2022年底要完工 现在连个建筑物都还没盖起来 就确定跳票 国际展演中心 也是一个7.5亿追加到12亿的工程 又在追加 又是12亿 新竹的一个极强数字 而且你知道他们光是座位 因为展演中心会有座位 展演中心它那个大的演艺厅 800个座位 800多个座位 然后平均一个座位的造价是2万块 好 我们再来看到 内阁改组传闻不断 有媒体已经报道说 行政院长孙昌 已经在收拾行政院的办公室物品了 对此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承认澄清说 院长办公室近日是针对年节礼品 有安排包装以及寄送事宜 并没有所谓的办公室陆续打包一室 而孙昌昌本人今天出席活动时 接受采访表示 前院院长的任职呢 任免是总统的职权 应该要尊重 队伍该怎么调整 到时候到了自然就会公布 我们再来看到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王世坚9号重炮的抨击行政院长孙昌 应该要早点下台 王世坚说如果孙昌早点下台 不选吴宇农就会赢了 还说孙昌要赶快下台 这样2024民进党才有机会胜选 不过六位战争前却不认同 因为两名候选人的本质 跟能力完全不同 六位十字节是认为说 民党三连败应该要去检讨原因 而不是去找战犯 胜选与否跟大环境有关 可是跟候选人本身的条件 也很有关系 王世坚说如果苏贞昌 提早下台的时候 也许吴宇农就可以当选 苏贞昌下台 尤其是个大环境的一个氛围 这也表示苏贞昌这几年 真的做到天怒能愿 连他们民进党内的民意代表 也都看不下去了 那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部分 可是我必须要讲 我个人认为王宏威的本职学能 其实比吴宁荣其实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即使苏贞昌下台之后 也不一定表示 吴宁荣就可以树立当选 那我真的觉得王宏威 其实是战力爆表 其实非常适合的一个 进立法院的一个人选 我们执政党应该谦虚以对 就是连续三次的败选 事实上我们真的是要去检讨原因 那每一项原因都应该要去改善 而不是说去找一个战犯 所以我是认为我们 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想法 但是这是执政党整体 要去做一个检讨 而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好 民党该不该检讨 再来看到政府 2022年的税收超增了 4500亿元 行长苏文昌日前拍板说 普发现金6000块 好 我们现在来看到 109年到111年 到底超增了多少的税收 来看到新北市是最多的 是约144亿元 而在桃园是在超增了48亿元 台北是超增了16亿元 台中则是最少的约11亿元 台南是短收了6.8亿元 高雄则是超增了19亿元 这是蓝绿的一个版图 所以各地方几乎都有一个 超增税收的一个状况 那六都的市长怎么说呢 六都大多都表示说 将会优先来还债 所以到底超收的税额呢 大于这些我们应该 要拥有的这些钱 是不是应该还税于名呢 我们现在也炒翻天了嘛 前男人部长苏建荣就驳斥说 违法征收的指控 他还直言说岂有此理 还税于名是假议题 他直接抛出来说这是假议题 还喊出说有多余的钱 就应该要偿还债务 而六月补审当选人王鸿威就反击了 他现在很生气嘛 他就说经济共享 却要举债才能够发现金 前男人现在是自乱阵脚了吗 难道债务共享吗 孙恩荣根本就是高谈阔论 任内拿多少钱还债 他觉得是笑死人了 苏建荣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 他相当的不满 而不同的党派呢 也有不同的政治人物 就发表不同的看法了 像民党的前桃园市议员 王浩宇他就是也发文了 他是连发两篇文炮轰说 还税于名根本是闹剧 他还说呢 49%人根本不用缴税啊 有些人缴到不到6000块 那边炒什么呢 还税于名直言说 有够相运的台湾是自由经济 不是共产制度 而共产党立委李德维他也说话 他说把民党政府编列 特别预算加进去 确言的收支还是赤字 财政单位岁入的编列 大大的失灵以及失准 何志伟更是下重话了 他说当官员那张嘴 真的要谨慎 苏建荣这个时候会惹到大家 他还说苏建荣是不是 插了一个发言人 还是要请小编呢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资民总还说呢 这个高嘉瑜说 超真税收是行政失灵 这句话是对的 所以这句话呢 其实民众很关心 有没有人愿意说真话呢 普发赦金6000块 对于政府超真税收 只是杯水车薪 而这所谓的行政失灵 就是指说蔡政府 非常的不专业 连民众党都说了 其实现在是不是 数字魔法师 蔡政府到底把这些钱 花到哪里去了 国内的国债真债 超真了 超过1.9兆 国债真债 这非常多的一个数字 所以蔡政府就是一个 数字魔法师吗 还呼吁说不要债留子孙 多余的钱应该用在偿还债务 来看到小苏呛大苏 什么是假议题呢 超收是他任内造成的 超收是事实 那为什么不还税移民 假设超收的金额 全部拿去还债 国民党举双手赞成 但是不是 他拿去编特别预算乱发钱 以其这样不如花给民众 让民众好过年 觉得柯建民 把这件事情换政治化 基本上他是个民生的问题 他不好好赶快花现金 还扯那个有的没有的 我觉得柯建民 他有他政治的算计 到底什么时候花 他是不是留给新的内阁花 我觉得很奇怪 他完全是连花个钱 让民众好好过年 都是政治算计 小英总统 其实我真的还蛮爱你的 我最近一直都在扫街 那总统其实在 这个文旦的原告 讲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有剩余的钱的话 那一定要经济成果 全民共享 那当然个别的官员 他想讲什么 他开心就好 但是老实说 你是听总统的 还是听立委的 还是听你自己的 的确当官员那一张嘴 真的真的要谨慎 那现在我也看不到 他在讲说 这四千五百亿怎么来的 苏建荣这一张嘴 其实有时候会惹到大家 有一点 对啦 我快速报告 苏建荣你应该怎么讲 你是不是需要发言人 还是要帮你编运算请小编 这四千五百亿 的确就是台湾在整体经济 全球超逆风的时候 结果还交出亮眼的成绩单 这四千五百亿 是所有纳税人 努力勤劳勤奋的成果 那这也不是什么 还税于民等等的 而是经济成果 全民共享 官员脑袋不清楚 这个是不好的 爱台湾就是让台湾人过好日子 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 您收看的是中天新闻 爱吵架翻旧帐 各国人爱国心爆棚 汉堡也是可以用餐具来吃 如果你吃汉堡 收脸没有脏脏的 就不酸汉堡 他只是在吃垃圾而已 没有在吃垃圾 你就吃垃圾好不好 我们很爱吵架 你们之前也看过一个 我们的邻居我也受不了了 我就直接抱着 你就说 这个就这样 今晚九点中天总和台 安美末美白修复生同学来了 热爱爬山的舒芬主播 如果用这款黑色运动瓶 来装大拿铁刚刚好 如果您也像千惠主播一样 下班就冲更身旺 有一个能在办公室和运动时都适用的运动瓶 真的很重要 像索麦主播一样忙碌的上班族 这款广口水瓶 清醒起来让您省时又省事 简约又时尚的水瓶 是工作与生活的小配件 让蜡漆主播惠荣一整天都有好心情 中天文创品牌Keep Going系列 真空悬盖运动瓶 380ml 木核色 550ml 经典黑 380ml 拿铁色 真空 淘气杯 共3款 即可入手 请上快点购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好 看了这么多中天文创 Keep Going 2023年系列 我们所标志的精神 就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请记得带着勇敢跟胆势同行 纵使遭遇到千难万难 不要忘记初心 朝着心中的鼓声前进 永不放弃 在这里也分享Keep Going的背景小故事 Keep Going是中天全体的员工跟同仁 线上票选出来的中天精神slogan 你们懂得 让我们一起坚持前进 坚持下去 现在给你们推荐 中天Keep Going的真空的运动瓶 有550ml的跟380ml两款 那一款是380ml拿铁色的讨喜杯 三款对上班族跟爱好运动的人 都非常的实用 如果您需要一个好用的薪水瓶 同时又能够支持中天的话 一坚二雇刚刚好 赶快到中天快点Go的文创专区来选购 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类码CTI714 会享有优惠折扣 另外在全球现场时间 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韩语 大家好 请问下时间 首先先关注美国从元旦开始 受到极端气候带来的暴雨影响 尤其是加州的灾情最为严重 不仅是遭到暴雨侵袭 引发大洪水 目前更是进入紧急状态 严峻的气候就连美国知名的脱口秀主持人 艾伦他也拍下位于在蒙特斯托住家 遭到洪水侵袭的画面 相当出目惊心 艾伦拍下暴雨的画面表示呢 这处位在家中附近的小溪 平时都是干枯的 但是呢却在一夜之间暴涨 面对大洪水呢 蒙特斯托当局也表示 24小时累积的雨量 现在已经达到200毫米 因此对住户发布了撤离通知 美国现在除了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疫情也有卷土重来之际 不过纽约市7000多枚的护理师 却在今天 昨天的时候呢 再一次的走上街头发起了罢工 让医疗体系是再一次的面临压力 参与罢工的包括布朗克斯 曼哈顿两所大医院的护理师 对当地的医疗体系 是构成不小的压力 在没有护理师的情况下 医院只好是取消非急迫性的手术 新生儿也被迫转院等 来因应上千名的护理师 罢工行动 那么根据护理师表示呢 照理说 急诊室里面的一名护理师 最多是要照顾两名的病患 不过在人力缺乏的情况下 现在一名护理师 他们就得照顾三到四名的重症病患 无形中的医疗安全事务风险 也跟着升高 护理师气氛地表示 对于这种情况 大家已经收够了 有位州长还有市长是连夜发声明 安抚无效 在劳资谈判 卫达公司的情况下 两大的医院护理师 才会走上街头 可以看到呢 他们是高举各种的抗疫牌 包括了不要近身护士 病人需要更好的对待等 对此目前 院方也承诺以加薪的方式 希望护理师可以赶紧的重回岗位 并且是考虑增聘护理师 以面对人手短缺的医疗压力 接日国际消息是看到 北京政府在1月8号大开国门 但是呢 各国为了要防止病毒 可能会扩散到自家国土 纷纷地对大陆的旅客来寄出了限制 包括了南韩政府也宣布 2号起要针对大陆的旅客 来要求PCR的筛检 还有阴性证明等 不过呢 此取却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 大陆驻韩大使馆在今天宣布 从今天起 大陆的驻韩使馆 他们将暂停发放 韩国公民赴华访问 包括旅游过境 还有就医等的短期签证 全部通通都暂停 更强调以上的措施 将是韩国对华 歧视性的入境限制措施 来取消情况 再做相关的调整 被认为这是北京政府 针对各国对大陆 寄出限制反击的第一枪 而南韩政府今天同时也 对此做出回应 表示会在和中方进行沟通 其实在这之前呢 大陆新任的外长秦刚 在昨天也才刚刚和南韩的 外长蒲正通过电话 针对南韩近期对大陆 寄出的旅游限制 来表达关切 希望南韩政府呢 他们是可以秉持客观 还有科学的态度 另外秦刚在通话中 也分别和俄罗斯外长 还有巴基斯坦的外长通话 其中也针对了中韩关系 秦刚他特别强调 两国是搬不走的近邻 发展稳定的关系 是双方努力的最大方向 那么尽管南韩政府 担心大陆的旅客会带来病毒 不过呢 在南韩的小吃业者 他们对于大陆的旅客来访 心里可是相当的高兴 因为大量的路客 也代表着商机 因此探方表示 他在准备更多的肌肉 来迎接旅客 现在中国沿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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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人们 现在中国沿途中 很多人都出门 所以中国人都出门 然后我们都 材料等的东西 都要注入更多的肌肉 所以我们都要注入更多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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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以外呢 欧美多国也都针对大陆的旅客 寄出了旅游限制 对此大陆外交部 其实也在之前是多次的 对于各国寄出的限制 表达强烈的抗议 指点这是政治操弄 而且是缺乏科学依据 那么大陆外交部近期是 不对的 不断的针对各国寄出的限制 来发表严正的抗议 不过呢 其实也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以往是被称为战狼的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却已经一个多月 都没有现身 大陆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根据大陆外交部的网站消息 这是因为赵立坚 他已经从新闻司的副司长 一直调任为边界与海洋事物司的副司长 回过去年12月初 也是赵立坚 他最后一次来主持 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而赵立坚现在的新任职务 主要是负责拟定陆地 海洋边界相关的外交政策 尽管职务是平调 但是呢 有美国媒体分析 疑似是因为赵立坚 他的妻子日前在社群媒体抱怨 买不到退烧药品 引发了网友热议 才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过对于这些传闻呢 大陆外交部并没有相关的回应 那么其实北京政府在宣布 以类医管的防疫解封之后 就带动了返乡人潮 光是春运的首日 全国旅客数就已经超过了 三千万人 相较去年的同期是 暴增将近四成 而北京现在也涌现人潮 全部都要抢换出国的护照 但是入境航班量 只有疫情之前的9% 现在就连买机票也要抢破头 大陆防疫解封 民众封出国 北京公安局涌现人潮 许多人都排队申请换发护照 玩人家 欧洲啊非洲啊 但不止换护照 就连机票都要抢破头 约出境航班量 总计245班 只有四年前的9% 解封也让染疫人数大暴增 据统计拥有近亿人口的河南 全省感染率一近九成 以人口计算 约有九千万人感染新冠 而上海新冠急诊人数也维持高峰 以当地的同仁医院为例 单日最多超过两千人次 是以往的三倍 上海市面上竟然在卖莲花清温咖啡 原来是店家趁热度 贴上感冒药标签当商品贩售 就怕让消费者误解 店家已遭当局立案调查 而防疫降级也带动返乡潮 许多人也睿为三年首度在春节回家团圆 7号春日首日 铁路公路及航空旅客人次达到了3473.6万人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8.9% 但若到印度玩千万要小心 与当局抽烟了300件阳性检体 结果经定序显示 Omicron所有的亚并移珠及他们的分支 都已出现在印度社区 据国际旅客抽检病毒则以XBBBQ.1.1 及BFT.4.1为主 记者综合报道 战争让我们来关心到 国民党议员王宏威去年底成功连任之后 又参选第三选局的立委补选胜出 两场选举下来 王宏威总计是可以拿到超过258万的选举补助款 对此立委管毕林认为说 王宏威落跑去选立委 违反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立法的本意将演议提案修法 而王宏威今天正面的回应了 叫管毕林赶快去修法不要再蹭了 同时也痛批说 蔡培会也是代职参选 选完县长立刻选立委 民党党这场场真的有够双标 不过管毕林也立刻反击 提出了三项劝告要新同事别情绪化 他表示法律不溯及既往 选霸法怎么修王宏威都不适用 第二个是当选者才有违背选民托付的问题 跟蔡培会没有关系 不必制造混淆 最后修法是被动的接受访问新闻 而不是放话 不必如此无知 请问一下补助款的部分 因为立委管毕林说之后可能要修法 就是言你说未来如果选上 但是还没有行使公务人员的权利的话 可能要退还补助款 这个管毕林委员 他秤我也秤够久了 他现在是立法委员不是吗 他赶快修法赶快提案 那么民进党是占多数 他就赶快通过 我觉得不需要再用口水的方式 来说要修法 他秤我也秤够久了 民进党就是一个双标党 我们可以看到 这么多的民进党的 这些公职人员代资参选 或者像蔡培会 也是他选完这个县长 立刻选立法委员 他选了县长的补助款 应该是300多万 所以民进党领就没问题 然后现在就是故意针对王洪威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我绝对不会随着 民进党的双标党来起舞 好我们再来看到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王世坚跟自身媒体员周玉寇 看起来到底谁比较年轻呢 周玉寇虽然说自己的外表体型 看起来比王世坚还要年轻30岁 王世坚回家说尊重70岁老太太的看法 还翻出一段黑历史 他说记得是十几年前 看到周玉寇在地上爬呢 我们带你掌握 说周玉寇自称自己是哈佛女人 而且向议员拿来资格比格调 这句话你觉得周玉寇需要检讨 我不想评论他什么好不好 大家可以看他这20年来的表现 我记得的是他大概十几年前吧 我还看他在谢长廷的竞选总部前 在地上爬不是吗 像其他总部看会不会觉得说 周玉寇才没有资格批评你 他要批评他要怎么样 他要在地上爬也可以 我都尊重 当时我看到的他是在地上爬 周玉寇说他外表体型 比你年轻30岁腰围有26吋 是事实吗 我尊重70岁的老太太 他的一些看法 我一向都是敬老尊贤 好 周玉寇成绩一段时间 只有又再度开辟战场 对王志坚骂林志坚是草包的事 还怒呛说他人老爱作怪 还说自己的外表体型 比王世坚年轻30岁有26吋的腰围 对此王世坚今天反击说 暗酸周玉寇怎么批评都好 要在地上爬也可以 再来看到NCC日前是针对 中天电视台的裁罚案 有七件 遭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销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招 曾明宗就讽刺说NCC的主委陈耀祥 怎么会有脸坐在会议室 陈耀祥是回应说 有几案败诉 但有很多案子胜诉 NCC对于判决见解是不同的 会依法提起上诉 伯利文兰师保留呼吁说 NCC应该要赶快把52台还给中天 外界在陈耀祥当主委之后 我也不知道 独立机关在NCC是好笑的 变成一则笑话 我也在行政机关做三十几年 一个行政机关的土华 连续在行政救济里面七次被撤销 更何况现在行政法院还偏利 表示连家的法官也看不下去 这真的是连续七次 我不晓得你还敢坐在那里 我在行政机关待过 财政部也好 或是政府也好 一次两次被撤销 我们就很紧张 被撤销七次 还有脸坐在那里 当然我们法院里面来讲 这个的确我们目前来讲 有几个案子是败诉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案子 已经是有申诉确定的了 那这部分来讲 因为这是行政究竟是人民的权利 我们予以尊重 那依法我们也依法提起上诉 那这个到最后决定的结果 我们再来处理 那这个我必须这么说明了 我们对法官的这个见解 我们也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才会提最高行政法院来上诉 当初送的案件里面 总共十几件 总共的金额是一千一百多万 而现在他被判输的 有七件之多 金额三百多万 将近百分之三十 这么高的比例他判输 以行政单位来讲 被高等行政法院判输的话 就代表他的行政财法是有严重的瑕疵 他怎么好意思坐在那里 他应该尽速的将52新闻台 尽快的还给中天新闻台 好 我们再来看新游报酬场的工程 品质争议持续延烧 前处理事长林志坚是强调说 还没有完成验收 而她的事业王世坚质疑说 还没有完成验收 球场已经付了97%的工程款 其中一定是大有问题 不过王议员所引用的数据 却被发现说是错误的资讯 他今天再度有出面澄清 说97%的数字 是引用自媒体的报道 而媒体消息是来源 是来自新竹市府提供的 对引用数据错误 他愿意向社会大众来道歉 至于说1450网军 侧翼名嘴 没有资格要求他道歉 我昨天一讲错 那所有的1450网军 侧翼名嘴都暴动 也一堆电话淹没我的服务处 跟我的研究室 对那些恶劣的搬走 极可能是搬走社会大众前的 是恶搞 用废土恶搞新竹球场的人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要验收半年 对提出评论 我引用的数字 我还是引用新竹市政府 跟媒体报道所讲的数字 这个数字不是我瞎编的 应该针对 是谁恶搞这些工程 是谁搬走 我们社会大众的血汗钱 是要针对这一些去 即便97.5%跟88.34% 五十步笑一百步就对了 你说我97%没了 我没付得多 不要睁眼说瞎话 有 我王世坚 如果我引用媒体的数字 是错误的 那我愿意向社会大众说抱歉 因为新竹市政府提供的数字 是有误差的 但是我要道歉说明的对象 是非1450 非网军非名嘴 非彻翼的社会大众 这些彻翼网军名嘴1450 没有资格要黄世坚道歉 民进党为了转移说 新竹棒球场的弊案压力 是不是批评高安只会搞政治 不会做事呢 来看到台北市议员 薛小新表示说 当初是林志坚宣称 要等到球场都处理好了 才要付款 现在球员受伤 还挖出了这么多的废弃物 都不应该付那么多钱 薛小新就痛批说 林志坚不要再把责任 推给公务人员了 勇敢的负起责任吧 为什么责任是在林志坚的身上 因为林志坚在过去 我们选举期间的时候 他在脸书上清楚的提过说 他要等到整个球场都弄好 OK以后才要付款 这是他的脸书上面 白子黑字自己清楚写的 结果现在怎么样 结果现在被发现说 原来已经付掉 不管你说是9亿11亿 那都已经是付完90%以上的 就是已经到一个90% 今天如果说 新竹市政府一开始负了11亿 大概是9成7 结果后来只负5成 那当然说 落差很大 可是你一个9成7跟9成4 就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昨天这个刘康彦的说法 很多网友都说 你这个根本就在提油救火 你自己也承认已经付出去很多 我们就公开请教 这个新竹市的民进党市议员 你认为这样子这么烂的一个球场 这么烂的一个工程 没有经过完全的验收 就付了百分之 你说96 94% 你觉得是合理的吗 你觉得这样是合规定的吗 你们林志坚市长在脸书上 清楚的写到说 要等到连观众席 都已经OK了才要付款 那今天是谁在欺骗新竹人 是谁在欺骗全台湾的民众 以新竹广球场现在这个模式 不管是底下有没有填废土 有没有电缆线 或者是说当时打球让球员受伤 他都不值得你验收付出这么多钱 所以林志坚不要再把责任推给公务人员了 最该负责任的就是前新竹市长林志坚你本人 数位阅读 中文时报 旺报 工商时报 不花一毛钱 一记在手 三份报纸一手掌握 这里带您抢先体验 翻报APP 免费读报的第一神器 特别推荐给您 2023迎新年 玉兔迎春欢聚团圆 精选热门年菜 开运料理请上快点购 1月15号全限量预购中 数量有限 手刀抢购要快哦 新年贺岁走春房友 公布年货伴手礼 竟在快点购 新春假期 快点购新年指定专区 消费满额赠送会员点数 再赠新年大礼包一个 即日起到1月30号 记得上快点购 买年货 过好年 享好康 中天文创品牌Keep Going新年献礼 推出CTI Keep Going 2023主播ShopJob 呈现和播报新闻完全不同的风格 来传递中天精神 这是中天 支持你喜欢的主播 请上快点购 中天文创专区选购 一组四张 开放递购中 千万别出购哦 好 还有很多人都很关心林志坚的球场案子 还有人说贾博士塔绿班说 搞不好挖到封存30年的假论文 非常的有趣 好 我们再来看到刚才看了这么多的中天文创品牌 Keep Going 2023年新年献礼 我们推出了CTI Keep Going的2023年主播的形象照 有些可爱的有些是性感的有些是帅气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是推荐给你们支持你喜欢的主播 赶快到快点购中天文创专区来选购 而且一位主播的照片呢一组是共四张照片 我们开放预告中哦 千万不要错过了 记得使用我的推荐代码CTI 714 额外是享有优惠折扣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即将是在2025年 迈入到超高龄化的社会 如何提早规划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来自日本耗时30年研发的余游配方 希望能够帮助中高龄的族群 来舒缓睡眠跟思绪不灵光的问题 可以轻松的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很多人因为工作忙碌 年龄增加 而导致思绪问乱不清 睡眠也不理想 快70岁的艺人检场 和50几岁的王岳就谈到最近的身体状况 以及生活上经常碰到的问题 有一回我出门啊 如果没有关 还好我回去寻了一遍 才没有酿成意外啊 最糟糕的是 我母亲呢 她也是思绪出了问题的人 所以我一直很担心 我以后跟她一样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真的不好好保重自己不行耶 睡眠也很重要 如果睡不好 隔天就影响思绪 精神也不好 对于睡眠问题和思绪困扰 检场和王岳借由补充DHA芝麻明 有效改善思绪不清的状况 帮助睡眠正常 生活也变得更有活力 更有目标 在没有多久我就要七十了 失去上面呢 是绝对不可以出差错的 不然会给家人带来很多的负担 平常呢 我就会玩鼠毒啊 来做训练 现在有吃DHA芝麻明啊 过去啊 丢三落四的事情啊 是越来越少了 我吃DHA芝麻明 到现在一年多了哦 我真的睡得又比较好耶 丢三落四的状况也减少了 思绪也清晰多了 我本来都想要开始过半退休的生活 但我现在觉得我的状态很好 对我的思绪也很有把握 以前我不敢尝试做的事情 我现在都有动力想去完成它 很多人不知道鱼油精华 DHA只要氧化就会营养流失 吃了也没有效果 日本保健大厂三德利 耗时三十年开发了鱼油配方 DHA芝麻明 从新鲜青背鱼 萃取鱼油精华DHA 帮助思绪灵活清晰 再从芝麻中不到1%的芝麻素 升级制成独家成分芝麻明 不仅保护DHA营养不流失 发挥完整功效 同时可帮助入睡 一瓶就有多重功效 选择保健产品 要认明有品牌有口碑 通过SGS检验合格认证 才能确保吃的安心 真正有好棉 思绪灵活过生活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再也回应到台南市的重大议题 从光电到炉渣等等 频频遭到人质疑说 有黑金势力的介入 台南市长黄伟哲下午召开机友会 除了说明说炉渣处理过程之外 有关光电设置的抗争问题 要求行政机关处理程序要透明化 希望能够扭转现在台南市低迷的形象 炉渣问题发现了时日相当早 中间中央的法规也历经数次的变动 那有人说这是谁的责任 是前朝还是本朝的责任 还是谁的责任 其实我觉得跟各位做一个清楚的报告 在我们前市长的时期 也都已经受理民众陈勤 那环保局也马上要求业者来清除 那时候大概清了5万多吨5.5万吨 然后这个案件经地检署是不起诉 但是经过陈勤人有持续的检举 所以在108年左右又重启这个调查 所以说我们环保局也再次除了裁罚之外 也再次要求当事人能够把这个炉渣清除 所以到目前为止已经清除了8万吨以上了 绿能这个再生能源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那台南因为风力没有那么好 但是日照很充足 所以说发展光电变成这个 配合中央 配合国家政策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但是也因为光电的发展 有一些在地方上引起了一些纷争 包括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 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所以他要去抗争抗议 那有些人中间会认为说 厂家之间为了工程的施作 为了一个所谓的利润 或者有其他的因素而产生了 这个不愉快 或是有一些意见不一致的 但是做政府的就是要把全程把它更公开更透明 让不管是业者了解说 你自己申请的进度是不是可以掌控 那包括民众也可以了解到说 哪一件案件现在状况如何 在刚才新到台南市警察局长方养宁确定异动 将调回警政署 不过稍早方养宁接受访问时表示 目前还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 会继续坚守岗位 而台南市议员蔡玉辉是对于方养宁任内表现 只打了65分 勉强及格 除了运气不好之外 最主要的就是紧急换散 而且高阶的警官涉嫌恐吓 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机长我感觉这两天的表演 我感觉个人打开差不多65分 要说勉强及格 最重要的是我感觉 一直 文气也不好 我们不能说他成败论英雄 不过我一直感觉这几年来 这个担任前几年人 忍来 老实说出很多重控 他压倒他最后一根稻草 是他秘书席的主任 高阶的警官 三阶的警官 去恐吓 这个 黄埃公务这件 我感觉对他不能量解 他自己的人 现在跟我们说情绩都涣散 怎么会这么明显都崩坏 马上就坏掉 我认为要怪谁 就怪他自己命运不好 铁汉到最后悲情下场 我目前并没有得到任何警政署的人事派令的通知 所以我有跟市长报告 我仍然持续的坚守警察局局长的岗位 我们该主持的专案 该进行的各项工作 如期如此的进行 我们再来看到饶舌歌手 瘦子上周刚结束巡回演唱会 进宫宴上喝的太嗨了 上厕所摔到撞伤了鼻梁 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他同事看完他满血就吓坏了 才知道说自己破相了 所以今天瘦子出席时商活动的时候 鼻梁上的伤痕隐约可以见到 就红红的一条在这边 他还听到说柯震东拍戏被空拍机砸到头 一脸惊讶 他说希望柯震东早日康复 瘦子刚发完地球门演唱会最终唱会 心情如何 我觉得很棒 对就是我觉得有点心里了一件事 有个事情终于告一段落这样子 然后也是蛮圆满的一个结局这样子 然后就是准备过年 对就是一个准备要放假的心情很棒 因为太太才会在那个庆功宴上表演 撞到你 对 那是这样子 我就是我在尿尿 然后我上厕所 然后就是你知道 可能喝多了 然后就往前倒一下 然后就直接炸鼻子 对对对 但是没事 其实当下其实是没什么感觉的 就是后来早上起来 才发现这件事情 对 当下知道自己流血臭伤吗 我不知道是同事跟我讲 然后说你怎么脸上都是血 我说我怎么了 对 那老婆女儿看她有说什么事了 就还好啦 我女儿还不会讲话 所以她应该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对 就是很尽兴 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子 对 清工业吧 真的很开心 关注到昨天柯震东也受伤这件事 他怎么了 就是他拍戏的时候 12月底的事情 然后他好像就是拍戏 然后有机器表演帮的机关 所以他现在好像是有一点 有一点重症 破相造成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他是被砸到是不是 因为好像是那个通胎机 对对对 哇 就是早日康复 这个真的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 那蛮可怕的 娱乐要玩再归音的 汪小飞跟大S的离婚风波 大S再婚去今夜 而汪小飞通落说 跟新欢张颖颖同居 更称对他是救命恩人 最近有网友就问说 是否会跟张颖颖求婚 他松口表示自己虽然说不太会说话 但是是行动派的他会去做 粉丝听到之后 秒懂这是好事将近了吗 张兰知道吗 威乐非常震惊 劝退汪小飞 而第一段婚姻就没有通过 你妈他就这样讲了 这回还要重蹈覆辙 我们再来看到这几天 上网抱怨夫家要办流水席的新娘 成为热门的话题 最新的进展是他无缘的小姑发文表示 新娘是85年次的26岁 透露他跟哥哥准新郎的对话 婚可能结不成了 素氏卫这起事件写下完结篇 也要网友感答案说 现在全台八九成的女生 都是辅大成若宜 对于说流水席是双标自己办婚礼 恐怕都会鄙视 近日发烧话题流水席争议 一位准人妻女网友嫌弃流水席 还嫌夫家是乡下人 网友群起踏伐 甚至掀起南北论战 如今又有番外篇 疑似准小姑发文表示 我想我哥这个婚应该是结不成了 还透露爸爸出了六百万元 却不知道房子是登记谁的名字 真的很傻眼 也质问哥哥准新郎 其实辅大成若宜是八十五年次二十六岁 以前住嘉义大学二年级 才跟家人搬到台北居住 引起网友炮轰 这样还敢批评流水席 事件延伤有网友站出来感叹 其实目前全台大概有八九成的女生都会出现鄙视流水席的行为 目前暂时把双标的人格隐藏起来 有人不喝就你有种敢说真话 但也有人说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不是每个女生都像那位这么贪心 结婚是两家人的事 没想到因为地点掀起这么大的风波 结果婚晚如连续剧般 隔空互呛婚可能结不成了 似乎也为这件事情写下完结篇 接着林淳安 杨宗彦台北报道 最近消息在关心到台湾苹果新闻网 去年八月底暂停更新 为十九年历史画下新据点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屏新闻网重新出发 但有内部员工就私下报道说 传出有裁员潮 裁员了超过五十人 不过台湾市劳动局表示 目前没有收到一屏新闻网大量解雇的通报 我们再来关心到台积电 今天公布了2022年12月合并营收 维新台币1925亿6千万元 较上个月减少13.5% 较去年同期增加23.9% 另外统计去年整年的营收 都是2兆2638亿 较去年同期增加42.6% 台湾店日前是准备了3奈米量产的扩厂的典礼 董事长刘德英就表示 3奈米制成的技术量产从第一年开始 带来收入都会大于同期的5奈米 终端价值超过1.5兆美元 我们再来关心到了2022年的税收收发 是普发 现在行政院拍板6千元的裁员 不过财政部今天就公布了 去年全国的复收的税入初步的统计出炉 2022年12月的实质的征收金额是 1395亿元 较去年11月减少247亿元 而2022年实质征收的金额是 3兆2190亿元 较量2021年是增加了3449亿元 而2022年实质的征收的金额是 全年的预算数118.2% 也比去年预算高出了4950亿元 我们再看到现任的苏建荣 认为还税于民是假议题 税收超过一起 这是全体国人同胞共同努力 而3800亿就是要用来 给弱势民众的照顾强韧经济 以及劳健保的拨补电价补贴因应等等 这些做法跟苏部长的讲话 都是一致的 而这也要感谢过去苏部长 在内阁的时候许多的贡献 我们对于相关的应用 也都往这方面再证明 没有什么不同的问题 网绘会批评发放现金要举债 那不是经济共享 而是债务共享 那院长怎么看 税收的超乎预期 动用要等到7月审计结果出来 而开年后要花现金 就是动用税计剩余 这都是依据预算法的相规定 等到7月审计通过后 再拨补回来就可以 没有增加人民的负担 这一切都是依法进行 如果又不了解 可以请各方面多研究 冬天到了偏销 若是孩子们 要怎么样度过这个寒冬呢 让我们带你看我们的镜头 带你来关心 他们到底如何度过寒冷的寒冬 阴暗发霉的天花板 堆满杂物的客厅 就连厨房的瓦斯炉 和抽油烟机也是布满灰尘 好久没用的感觉 这是世界展望会关怀的家庭 也是偏乡弱势孩子们的日常 曾经受过展望会资助的 艾石森校长也回忆儿时的状况 我们没有自来水 都要到西边去挑水 然后甚至要把家里面的水缸 填满之后 要在室外 就是在西边洗澡 后来也常常会看到这部分 也把煤壶 那个自来水的部分都完成了 每到开雪的时候 最大的家里面最大的一个负担 就是所谓的学杂费 尤其在我们小时候 在上课的时候 比较缺乏的就是文具 物品像学用品 同样曾经接受过展望会的资助 还打过美国跟韩国职棒 目前是为全龙投手的王维忠 甚至一口气资助了15个孩子 希望能将爱传承下去 让弱势的孩子逆境向上 翻转未来 坚持当初继续所想的 然后继续努力去做 做你该做的事 然后希望也有机会 有一天就是可以去帮助更多人 然后做更多事 全台湾有4万4千5百个左右的孩子 对 那来自于大概3万个左右的家庭 大概就帮助这些孩子 在他们的就学 在他们的生活 以及他们的一些安全性上 儿童权力的安全性上 我想这是我们的施工方向 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物价也不断攀升 受到最大影响的 就是偏向弱势的孩子 台湾世界展望会 邀请社会大众慷慨解囊 为孩子们的未来尽一份心力 详情请搜寻红包传爱 或拨打爱心专线 02-8195-3005 记者王淑明 陈彦华 台北报导 说真话 真的很酷 发现真效 真的很酷 伸张正义 真的很酷 传递善良 真的很酷 去除辨界 真的很酷 这是我们一起正在做的事 在中天新闻网 cgnnews.com 线上见 人望 气望 身体望 财望 福望 运道望 望上加望 迎望纳福礼盒 年节礼盒首选 还有聚望包望气加倍 选购望望年节礼盒 请上快点购 迎望纳福过好年 就在快点购 我是辣机主播何慧荣 2023年我最爱心境是自由的 我是沙拉主播李沛轩 2023年我坚持颜色是自由的 我是马德 林全佑 2023年我喜欢思想是自由的 我是李嘉宇 2023年我希望说话是自由的 你也是吗 Let's keep going 下午的五点 欢迎您加入整点新闻 大家好 我是简直豪 记得先把子评打开 大家一块来子评 子评可以帮助我们的流量 帮助中天的影韵 同时看看有没有机会 把刚刚14 刚刚的16跟17 这两个小时的整点新闻 冲进发烧榜 大家看到这个数字 2994281 什么意思呢 再多5000多名的网友 订阅中天电视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成为第一个 台湾第一个突破300万订阅户的 新闻YouTuber 所以欢迎大家在帮我们一个忙 努力的来到中天电视这个频道 也就是我们在主频按下订阅 帮我们一块来充一下 来到300万订阅数字 再麻烦大家了 目前还是在持续的增长当中 好 欢迎大家主频订阅 然后子评打开 一块来收看 目前包含了像是惠银在线上 重启在线上 还有三嫂在线上 感谢你 永保安康 SLY感谢 草生无处 谢谢你 永保安康 威威虎目前也在线上 还有明依赖 朱罗珊 感谢 一新的专属 谢谢 阿贤目前也在线上 好 感谢大家 别忘了再帮我们的300万充一下 好 接着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还是有关于新竹棒球场的议题 那这一回开炮的是 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王世仙 他日前来看新竹棒球场 他怎么讲 他骂林志坚 这整个过程就是草包 应该好好的查一查 然后把他给收押 同时当时王世仙 第一时间他引用的是 现在新竹市政府给的资料 他说还没有验收 为什么就已经付了 97.5%的工程款呢 他认为这样的王 他就为了这样的林志坚 做这样的市长 负责这样的棒球场的动作 非常的不可思议 所以他骂他草包 那草包一骂完之后呢 对于民进党新竹市党部 他们认为 王世仙你在干什么 你一直在对党内的人士开炮呢 请问你是民众党的侧异吗 怎么会一直攻击自己人呢 一直撕裂伤口 今天包含了新竹市 有三名的市议员 民进党籍的市议员 召开了记者会 包含了像是党部主委 陈建民 还有市议员杨林怡 他本身是林志坚的前助理 还有刘康彦 三个人一块来召开记者会 三个人共通的目标 就是希望党中央能够赶快 开除王世仙 因为认为一直在抨击 自己党内同志 实在是没什么格 而另外杨林怡 这位林志坚的前助理还讲 他说王世仙就是一个被政治人物 被政治耽搁的综艺咖 就像民众党的侧异一样 一搭一唱 那么杨林怡 他说在他的印象当中 王世仙基本上没什么政绩 他想到的就是只有剃头发 然后跳海 然后日前上了岩上 去被人家嘲笑 他这个小三摩铁等等 就他的印象当中只有这些 好像其他的没什么政绩 他想要问王世仙的事 你在节目当中 都向你的家人道歉了 你应不应该 向林志坚的家人道歉 那么杨林怡英还讲 被神经病说神经病 那真的是蛮衰的一件事情 真的也算是火力全开 对此王世仙他其实也说话了 他说他引用的是 市政府提供的媒体资料 这个数据错误的话 他盗窃 虽然97.5%的数字 是被误指被误用的 但是你是不是实际上 前新竹市政府 你已经付了88.34%的款项 那这不也同样是严重吗 当初不是说 要等到工程完工之后 才要付款 现在连验收都还没过 钱就一直给 还达到了八成多 另外这个呼应 回应他们要开除 他党籍的事情 他也讲了 如果你们真的 新竹市党部这么厉害的话 那现在赶快去办一办 他绝对不会提出抗辩 那么他也认为 林志坚比较适合当综艺咖 他不是 王世坚 我是野兽 对此 王世坚他也道歉了 不过他道歉是有一些原则的 除了侧翼网军1450之外 他向其他的社会大众道歉 我昨天一讲错 那所有的1450网军 侧翼名嘴都暴动 也一堆电话淹没我的服务处 跟我的研究室 对那些恶劣的搬走 极可能是搬走社会大众钱的 是恶搞 用废土恶搞 新竹球场的人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要验收半年 对提出评论 我引用的数字 我还是引用新竹市政府 跟媒体报导所讲的数字 这个数字不是我瞎编的 应该针对 是谁恶搞这些工程 是谁搬走 我们社会大众的血汗钱 是要针对这些去 即便97.5%跟88.34% 50步笑100步就对了 你说我97%没了 我没付得多 不要睁眼说瞎话 有 我王世坚 如果我引用媒体的数字是错误的 我愿意向社会大众说抱歉 因为新竹市政府提供的数字 是有误差的 但是我要道歉 说明的对象 是非1450 非网军 非名嘴 非侧翼的社会大众 这些侧翼网军名嘴1450 没有资格要王世坚道歉 他们新竹市的党部 效率很快 这个要开除王世坚党籍 这个效率是真的很高 我们佩服他们 他们就去办 他那么有效率 他赶快去办 我绝对不抗辩就对了 我被你开除党籍又怎样 我坦然接受 我 你有敌案 请党部 他们依法斟酌办理 我王世坚绝对不去抗辩 王世坚讲这个这样不行 哪一个人批评这样不行 哪一个人一直削削削 切切切 切到最后剩1450 这些家伙不要在那边 吃吃渣渣1450 在我看 你们位于权势 你们对这些贪赃王法 不敢讲半个字 只敢来针对王世坚 你们就是太贤 这么简单 要开除就开除吧 我不抗辩 只要我符合他们认为 违反什么党纪的 那你就做吧 我不抗辩 但我知道 我们党的领导者 是有智慧的 他很清楚我在讲的是什么 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 新竹棒球场 只是新竹大秘宝的其中一个 那么接下来蛮多都被爆出来了 现在时事评论员黄阳明 在告诉大家 像是新竹国际展演中心的工地 其实他表定是在去年的年底 就要启用了 但现在还没有完成为何呢 原来当时在整地的时候 已经挖出了500顿的废弃物 预估要35辆的卡车 才能够再玩 也就是因为这些废弃物 还没有再玩 所以使得去年底 应该就要开幕的 新竹国际展演中心 现在不得不暂时停工 那么你看 现在跳票之外 工程款也追加到了12亿 所以黄阿明想问的是 所以新竹市的地底下 到底掩埋了多少废弃物 你是一个新竹市人 是一个竹科重镇 到时候会不会变成 只是一个垃圾野埋场 这太恐怖了吧 好 那有问题 还有新竹市议员 宋品颖他提出来的 新竹市政府的第一个社宅 已经在动工了 但是看看时间点 在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 就办了一个开工典礼 告诉大家 我们准备要开始了 当时的人还请到的是 正要参选新竹市长的 这个沈慧宏 但现在他公布了一个真相 你是在去年10月 办了一个开工典礼 但是正明市议员告诉大家 这个预计动工的时间 是今年还没到 下个月是112年的2月 你才要有开始动工 请问你去年10月 这个动工典礼是干嘛 是让大家拍照用的吗 只是一个摆拍大会吗 而且你还邀请了 当时已经没有公职身份 正要参选市长的沈慧宏 去参加 你办这样的一个开工典礼 你需不需要用到钱 要啊 请问钱是谁出的呢 那如果一查 如果动用的是公筒的话 那你新竹市政府的人 有没有问题 你是在另类的服选吗 这是目前新竹市议员宋品颖 他所提出来的另外一个质疑 好那讲到这个呢 我们就要回去来问一下了 关于这个新竹市的 国际展演中心工地这一部分 里面到底埋了些什么东西 以及为何要追加预算 来看看到底造价有多贵 前年11月 新竹林志坚有很多那种公共工程 除了棒球场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义文高地 义文高地是一个 就是说他们希望在一个 现在有一个叫做 以前你记不记得 士博有个天灯馆 上海士博会有个天灯馆 放在新竹市 然后后来变成文字馆 然后他要 当时他要把这个活化 旁边刚好是台肥的土地 有一个台肥的仓库 台肥的仓库要变成叫文创馆 然后这个天灯馆要变成 儿童探索馆 然后空地 一个大的空地要变成叫做 国际展演中心 这个三合一的叫做义文高地 在这个国际展演中心的 那个整地的时候 整出500公顿的废弃物 500公顿要运 用35辆卡车才运得走 等于说光是为了 因为工程正要开始整地 碰到这个 光是运 整个工程的工期就要延宕很久 而且你知道它那个废弃物有什么 帆布袋一大堆 然后什么垃圾 什么轮胎 然后机车的车牌 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在里面 他们就很难想到会不会是 很长期累积掩埋 变成当年空地 就变成一个掩埋场 就地掩埋了 可是他们也没做 反正就是把它运 因为要施工 所以这个工期本来是去年底 这个所谓的国际展演中心 去年底要完工的 2022年底要完工 现在连个建筑物都还没盖起来 就确定跳票 国际展演中心 也是一个7.5亿追加到12亿的工程 又在追加 12亿真的是个新竹的一个吉祥数字 而且你知道他们光是座位 因为展演中心会有座位 展演中心它那个大的演艺厅 八百多个座位 然后平均一个座位的造价是2万块 台北市议员许小新今天在脸书上面发文说 民进党现在一堆人吵着要开除 王世坚 高嘉宇等人 这代表着民进党根本就没有在反省 2022年选举过后发生了很多事件 跟议题作为对手阵营的攻防 没有什么议题是跟王世坚 高嘉宇两人有关系的 许小新痛批真正的战犯是 林志坚 柯建民 黄成国 陈时中 苏贞昌 蔡英文 却没有几个人敢提到他们的名字 只敢欺负在民进党内没有派系的 王世坚跟高嘉宇逼着他们一个一个出来道歉 让民进党极端分子的公审 证明了民进党执政太久的地方 绝对的权力会造成绝对的腐化 所以只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够找出真相 这是来自于许小新的脸书最新贴文 来看到是在大陆解放军8号晚间到9号的凌晨 绕行台湾进行了军演台海情势紧张 美国华府智库战略研究中心在9号发布了一份 台海如果爆发战争的兵推 将会是历来最大规模的台海战争模拟之一 兵推内容指出 解放军如果是在2026年犯台是难以取得成功 将会有万人战死 而且现代化的海军将会全部覆没 但是美军的两艘航母也会被集成 全球地位会被重创 台湾也会被摧毁 而美日台到手是惨胜首尾 解放军8号晚间再度对台军演 并在9号发布三分多钟影片 呈现出战机战舰绕岛 跟拍下中央山脉日月坛台北101画面 宣誓意味相当浓厚 台海情势紧张 美国智库战略研究中心也做出最新兵推 我认为我们都可以认为 中国与战争是一个灵状 划斧智库兵推显示 如果解放军在2026年犯台将难以取得胜利 且现代化的海军也将全军覆没 但美日台也只能取得产胜 根据CSIS提出的兵推结果来看 这一战将会两败俱伤 光开打三周 美国就会有数千美军阵亡 两艘航舰葬身太平洋 全球地位将会中闯 与美军同盟的日本自卫队 也将损失预100架战机 以及26艘战舰 而解放军也会折损上万人 数万人沦为战俘 恐怕也损失155架战机 138艘大型船舰 解放军海军将溃不成军 至于台湾军队将造成3500人死伤 海军现役22艘巡洋舰 和4艘驱逐舰全遭集成 报告更指出 乌克兰模式无法复制在台湾 因为一旦台湾遭解放军攻击 任何部队及物资都无法进入台湾 为防台湾有事 日本智库防卫研究所也做出兵推 自民党副总裁麻省太郎更强调 要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的战略能力 而美日安保条约也纳入保护日本人造卫星 显示未来战略可能从陆海空站延伸到太空站 而根据国防部在9号的资料显示 查获了28架次的中共军机越过了台海中线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表示 共机扰台动作不断 制造紧张的情势主要是在向美国施压 要来贺阻美方不要落实国防授权法 同时要提醒要重视北京在两岸的问题立场上面 而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毅分析 军演主要的目的是针对台独跟外部势力勾结 同时向蔡政府接表示 他们不满蔡政府接受美国军手 所公布的演讯的消息面也特别去提到 外部势力与台独势力的勾连 在台湾海峡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来对美国施压 主要的目的 第一个中长期的话 是不断的要提醒美国提醒华府 如果要跟中国大陆建立真正的护栏 避免两强之间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话 那华府势必要重视北京对于两岸问题方面的一些立场 那短期之内 我觉得中国大陆是要透过这一连串的高强度的军事行动 希望能够产生嚇阻的效果 让美国的行政部门不要真正去落实 国防授权马来命的相关条款 来大幅提升跟我们中华民国的政治跟军事交流 透过在台湾海峡制造这种紧张的气氛 不断的告诉华府是说 纵使然我中国大陆一时之间可能奈何不了美国 但是他绝对有办法在台湾周边制造这个紧张的态势 影响到导致区域的安全跟稳定受到影响 进而去危害到美国的利益 不只是针对美国而已 它也是显然的也是针对蔡政府 低售美国的这个金售 还有我们定义的一个延长 所以一次的一个军事演习 那么解放军每一次的这个经验 都把他的目的进讲得很清楚 而且事实上都脱离不了两句话 一个是针对台独 以外部势力的一个勾连 我想不单单只是对了 测试美国的一个压力的一个反抗而已 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 近日发布了学者撰文 一项民调是 美国期盼南韩能在维持区域稳定方面 发挥更大座右为题目 那么有高达42%的南韩民众认为 南韩的军事作为应该仅限于 为美国提供后方支援 22.5%的民众表示支持 韩国的军队参加美国的联合军演 有18%的民众则是反对 南韩介入台湾可能的紧急状况 而针对民调的结果 南韩学者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 就是南韩会间接支援 同时要感谢目前所有线上的网友们 都在支持我们 记得子频打开 然后记得到中天电视的主频 按下订阅 帮助我们成为新闻类的YouTuber 突破300万的订阅户 同时也更感谢您的抖内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用滤界抖内的方式 不管是用扫QRcode的方式 或在聊天室的置顶的方式 都会有 欢迎大家可以用实际的方式 来力挺中天 那目前包含的像是陈拉奇在线上 感谢云中云 荣荣 不二雄 以及 依诺 依诺刚跟我打招呼 Hello 还有庆瑞 感谢大家持续收看 爱台湾就是让台湾人过好日子 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 您收看的是中天新闻 中天 想背着背包 自我放风出去走走吗 人们真的很需要一个 和自己合拍的背包 一个粉红色的背包 可以改变一天的心情 如果你帮他背背包 他会记得你的贴心 中天文创品牌 Keep Going系列 多功能双肩后背包 樱花粉 奶茶色两款 内有夹层可装notebook 即刻入手 请上快点购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中天Keep Going的双肩背包 目前已经是出来了 那么这个后背包很实用 有很多的夹层 同时也可以放笔电 对于上班族 对于学生族来讲 是非常方便的 重要的是 它可以把你的重力 平均分散掉 所以你不会有高低坚的情况 肩膀跟颈部 也可以受到很好的保护 所以欢迎大家 可以上中天快点购的文创区 来做一个选择参考 记得在结账之前 输入折扣码 CTI3888好康 跟优惠一块带回家 来看看是 桃园的自来水管管线 老旧破裂大停水 惹来民意 而在台北松山区6号 也传出灾情 光复北路98号前 地下寒管不明原因破裂 水流冲刷了上层土石 造成长约 大概是有60公分 宽40公分 深三公尺的坑洞 清空处在7号开始施工 进行了寒管 路面抢修工程 超过了三天 都还没有修好 由于光复北路这个地方 车流量实在是太大了 常常出现塞车的情况 对此呢 松山分局启动的是 交通快打 疏导现场的车流 同时呼吁赶快走 其他的代替道路 来维持这个地方的交通顺畅 同时赶快 把地下寒管给修好 街中市有一名卢姓男子 日前到小吃店消费 结果喝酒醉之后呢 大吵大笑的 让隔壁离君不是很开心 居然是烙人来砸店 详细情况 把时间交给陈正邦 好的主播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庶民酒客在小姐处涌下 饮酒作乐 聊得正起劲 一名灰衣男子穿着拖鞋 大摇大摆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十几名凶神恶煞 手持棍棒刀蟹 来意不散 据了解 带头的卢姓男子 是地方上的脚头 被列为自贫对象 日前他和朋友到小吃店消费 酒后喧哗被临桌的客人呛瞎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卢男带着近二十名小弟 回来寻仇 想不到呛他的酒客 早已离开 没有找到仇家的卢男 怒气没地方发泄 竟然指挥小弟拿棍棒砸店 还将一名服务生 砍在身上多处撕裂伤 我们来听听警方稍早的说法 警方权力侦办 逐一锁定相关涉案人员 昨天逮捕祖贤 卢男和动手的清零嫌犯 全案讯后依组织犯罪 杀人未税 伤害毁损 防案积序等罪嫌 移送罚犯 以上最新主播 2022税收攸关 普发6000块钱的裁员 财政部今天公布了 去年全国赴税收入 初步统计出炉 在2022年12月 时针的金额是1395亿 比去年的11月 减少了247亿 而2022年的时针金额 是3兆2191亿 比2021年再增加了 3449亿元 而2022年的时针金额 占全年的预算数 是118.2% 也比全年的预算数 高出了4950亿元 好 讲到了还税渔民 这个问题 持续的在炒当中 有人看完了全国之后 也想说 那你6都的情况 是怎么样呢 好 根据有媒体去调查 目前6都的 目前税务的状况 除了台南是有短收之外 其他的五都的部分 其实都有超征的情况 那就有人讲了 那你超征 你是不是应该也要 跟着中央一块来还税渔民呢 那么目前 这6都的市政府都讲了 应该是以还债为优先了 因为毕竟 还是有很多的建设要支持 所以目前是还债来讲 而最新的消息是 关于全国的还税渔民的部分 前财政部长苏建荣 他现在是炮轰 他的前长官 也就是苏贞昌 为什么呢 他说还税渔民这是一个假的议题 那么苏建荣他认为 既然你有多余的钱 那些多余的钱就应该拿去还债务 别忘了 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负债 高达了好几兆元 不要再留子孙 因为现在算一算 平均每个人身上背的债务 是26万 不如把这些钱拿去还债 是比较实际的 当然苏建荣 现在刚刚离开财政部没多久 现在就炮轰 他的长官苏贞昌 说应该要先还债 但是他也被炮轰 被谁炮轰 被新科的立委 王宏威讲 你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去还债 如果没有的话 你现在在这边说什么 你不也是很奇怪吗 待会我们再来看到 是王宏威的说法 今天的民众党 也开了记者会要告诉大家 说执政党将税额超征 竟然变成大内宣 明明就是你预算编列的有问题 岁入岁出没有掌握好 多了这么多钱 结果你好要把它变成大内宣 告诉大家说台湾的经济表现 非常非常的好 不要忘了 在疫情期间 我们是主要是以出口为主的 国家导向 那你出口就不好 你怎么还会有这么多钱 所以你不要把你预算编列 错误的状况 搞成大内宣 说台湾的经济表现很好 那么还传出 因为现在虽然是要还税于民 但是因为现在无法无据 所以这些钱暂时不能用 所以要还税于民怎么办 就必须先举债 举债150亿元 所以他就告诉大家的是 政府是数字魔法师 换一个话术来告诉你 什么样的话术呢 苏宣昌说这会叫做什么 叫做经济共享 不叫做还税于民 就是因为政府做事 做得很好 有多的财务 所以要还跟全民 一起来经济共享 这不叫做还税于民 这样的话他们就认为 叫做数字魔术师 前议员王浩宇要告诉大家 干嘛要发6000块钱 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有49%的人 根本就没有缴税 台湾缴税的人是什么 就是那1% 就是大企业家 那些有钱人在缴 你现在没有缴税的人 或是你缴不到6000块的人 你不要在那边叫了 不要这是什么还税于民 王浩宇告诉大家 因为台湾是自由经济 不是共产制度 并不是什么钱 你都必须拿 来看到是何志伟怎么讲 何志伟他说当官 他意思指的就是苏建荣 当官的人嘴巴一定要谨慎 苏建荣这时是惹到了大家 你是不是缺一个发言人 还是要找一个小编 来好好的帮你编预算 国民党立委李德伟告诉大家 把民进党政府的编列 特别预算算进去之后 去年的收资还是次字 意思说前几天也告诉大家了 你要看不能只看总收入 你还要再特别预算 因为特别预算它是没有收入的 它只有支出而已 你特别预算又不用被审 所以你到底现在举债多少钱 这个要算进去 你才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台湾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 李德伟告诉大家 就是还是个次字 所以就是像高嘉瑜讲的 你们就是失准失灵 国民党的立委 曾明宗也告诉大家 你看高嘉瑜说的 就是行政失灵 这句话是对的 回过头来看到是王宏威 他说经济共享 却要举债才能够发现金 现在的行政院应该是已经是自乱正早了 难道是债务共享吗 另外他也点名 苏建荣根本就是在高谈库论 你任内拿了多少钱去还债 他认为笑死了 好 看到这里 有支持的 当然也有反对的 现在王宏威也在点名 苏贞昌本身怎么看 他要王宏威再多做一点功课 税收超过疫情 这是全体国人同胞共同努力 而3800亿就是要用来 给弱势民众的照顾强韧经济 以及劳健保的拨补电价 补贴因应等等 这些做法跟苏部长的讲话 都是一致的 而这也要感谢过去苏部长 在内阁的时候 才许多的贡献 我们对于相关的应用 也都往这方面再证明 没有什么不同的问题 王宏威批评发放现金要举债 那不是经济共享 而是债务共享 卖院长怎么看 税收的超乎疫情 动用要等到企业 审计结果出来 而开年后要花现金 就是动用税计剩余 这都是依据预算法的相规定 等到7月审计通过后 再拨补回来就可以 没有增加人民的负担 这一切都是依法进行 如果也不了解 可以请各方面多研究 民进党从去年底的选举到现在 已经是三连败了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逆风 他呛行政院长苏贞昌 应该早一点下台 不过今天王世坚倒是叹了一口气 他说他最近看到苏贞昌的态度 有放软了 有变谦虚了 而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他说他完全是就事论事来讲 王世坚认为了 这四年来态度应该都是要这样 不要造成社会的分裂 也不要去增加民进党被社会的厌恶感 我对苏贞昌 我只能说 他这几天态度有放软 那姿态改变了 变谦虚了 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毕竟 他是我们创党的元老 过去我也跟他 他有大家共事过在民主运动 所以我完全是就事论事 我是撇开私情 完全就事论事 他现在态度有放软了 但是这样子的态度 应该在他四年来都以这个态度 不要造成社会的分裂 也不要去增加我们民进党 被社会的厌恶感 而现在有媒体在报道 说行政院长苏贞昌 已经在开始打包 要准备走人了吗 对此行政院发言人 罗炳成成新 说院长办公室 最近是在针对年节礼品 有安排包装跟寄送的事宜 所以并没有办公室打包这件事情 苏贞昌本人今天出席活动时 也正面的回应 他说行政院长的任免是总统直选 应该要尊重队伍该怎么调整 到时候自然会公布 刚刚王世坚也炮轰了苏贞昌 叫他应该早一点下台 王世坚说如果苏贞昌早一点下台 补选吴一农就赢了 还说苏贞昌要赶快下台 这样2024民进党才有机会可以胜选 不过立委真正嫌不认同 因为两名候选人的本职跟能力 完全是不同的 而立委许智杰也认为 民进党三连败应该要去检讨原因 而不是找战犯 盛选与否跟大环境有关 可是跟候选人本身的条件 也很有关系 王世坚说 如果苏贞昌提早下台的时候 也许吴一农就可以当选 苏贞昌下台 尤其是个大环境的一个氛围 这也表示苏贞昌这几年 真的做到天怒能怨 连他们民进党内的民意代表 也都看不下去了 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部分 可是我必须要讲 我个人认为王宏威的本职学能 其实比吴英隆其实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即使苏贞昌下台之后 也不一定表示 吴英隆就可以树立当选 那我真的觉得王宏威 其实是战力爆表 其实非常适合的一个 进立法院的一个人选 我们执政党应该谦虚以对 就是连续三次的败选 事实上我们真的是要去检讨原因 那每一项原因都应该要去改善 而不是说去找一个战犯 所以我是认为我们尊重每一个人 不同的想法 但是这是执政党整体要去做一个检讨 而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王宏威 去年底连任成功之后 又参选了台北市的立委 补选也胜出 两场选举下来 王宏威大概可以拿到超过 258万的选举补助款 对此立委管碧林认为 王宏威落跑去选立委 已经违背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立法的本意将延绎来修案修法 而王宏威今天在面对这一题的时候 他叫管碧林赶快去修法 不要再蹭了 同时也痛批 蔡培慧也是代职参选 选完县长立刻去选立委 民进党这样炒真的是有够双标 不过管碧林也立刻反击 提出了三项事情来劝告新同事 不要这么的情绪化 管碧林说 法律不肃及既往 选霸法怎么修 王宏威都不适用 第二 当选者才有违背选民付托的问题 跟蔡培慧无关 不必制造混淆 最后修法是被动接受访问的新闻 而不是放话不必如此无知 这是管碧林的最新回应 另外再来看到 是2024总统大战的前哨战 蓝绿两位最强的母鸡 提前开战了吗 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提出了 我们绝不是强国的棋子 被民进党认为是以美论 副总统赖清德就表示 千万不要让有心人 故意发起怀疑美国的言论 这对台湾非常不利 就会被解读 将矛头指向是侯友宜 侯友宜今天并没有正面的回应问题 只强调 国内应该要团结凝聚向心力 并且表示捍卫台湾是我们的使命 跟责任 面对中国的威嚇 我们工人之人 我们来提高我们主机保委的立法 所以揣英文总统领土之下 我们把美国采港 这个武器 要是说我们透过我们主机 原法武器 最近兵役 医务院 回合 这年的业绩 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国中受担 提高我们主机 访委的力量 更保证我们的安全 这是我们应该要走的路 另外刚刚没人抵抗 我们千万不要让有心人 故意发起怀疑美国的言论 這陣子在網路上面的流水席戰爭 您跟上了嗎 到底結婚吃斑豆好不好 難道台北人都吃飯店 南部人才吃流水席嗎 最近是有一個網路的討論話題 夫家在南部辦婚禮 他要辦的是流水席 但新娘不肯成了網路上言上的話題 而最新進展的是 他那無緣的小姑發文表示 說新娘是85年次26歲 透露跟哥哥準新郎的對話 婚現在應該是結不成了 要為這件事情寫下了完結篇 不過網友也感嘆 說現在全台八到九成的女生 都是輔大陳若宜 對於流水席是雙標 自己的婚禮恐怕也會被鄙視 近日發燒話題流水席爭議 一位準人妻女網友嫌棄流水席 還嫌夫家是鄉下人 網友群起踏伐甚至掀起南北論戰 如今又有番外篇 疑似準小姑發文表示 我想我哥這個婚應該是結不成了 還透露爸爸出了六百萬元 卻不知道房子是登記誰的名字 真的很傻眼 也質問哥哥準新郎 其實輔大陳若宜是八十五年次二十六歲 以前住嘉義大學二年級才跟家人搬到台北居住 引起網友炮轟 這樣還敢批評流水席 是可以吧 流水席滿熱鬧的 如果不能溝通 怎麼換下一個 我就會盡可能的滿足兩方面的需求 女方那邊就是滿足他們就去辦在飯店 那可能飯店的規模不是那麼的大 事件延燒有網友站出來感嘆 其實目前全台大概有八九成的女生 都會出現鄙視流水席的行為 目前暫時把雙標的人格隱藏起來 有人不喝就你有種敢說真話 但也有人說不要一竿子打翻一傳人 不是每個女生都像那位這麼貪心 結婚是良家人的事 沒想到因為地點掀起這麼大的風波 接個婚晚如連續劇般 隔空互嗆婚可能結不成了 似乎也為這件事情寫下完結篇 接著林淳安 楊宗彥 台北報導 網路上各個意見也都有 有人說小姑管太多了 有人說新娘子不用那麼拚吧 好 不管怎麼樣 我們看到要辦流水席不簡單 警察告訴你 如果你要辦流水席的話 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 七天之前 你必須要到派出所去索取 臨時使用道路申請書 第二個 你要附上臨時使用的道路簡圖 第三個 派出所會轉称到分局書面的審核 第四個 審核同意之後 會由分局寄送或通知申請人索取 最後 最後你才可以使用這樣的一個項弄 看起來很簡單 實際上來申請也是滿不容易的 另外等紅綠燈很多人都不想等 居然是有人偷吃步 看看什麼叫偷吃法 紅燈路口所有車輛依序停下來等待 一部紫色休旅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切出車道進到加油站 但居然不是要加油 而是鑽到了出口 接著切回車道 意思是駕駛要閃避紅燈 讓庸路人全看傻眼 我會挺駕駛的啊 很危險啊 很誇張 這才不可能這樣開車 畫面引來討論有人說也太誇張 檢舉啦 加油站員工表示傻眼 也有人說這肯定是絞盡腦汁 想出來的最佳方案 民眾不禁想問駕駛到底在幹什麼 已構成 駕駛駛走捷徑 看起來有一套 但警方說行為已經違規 在駕駛切近加油站的當下 等同闖紅燈可罰1800到5400 任意使出邊線也可罰600到1800 一次違反兩項 加總最高開罰7200 駕駛為了省一點點時間 荷包可是也付出了代價 記者 陳盛偉許日文王世函 彰化 採訪報導 數位中介法會不會捲土重來 很多人開始在問 中天關台滿兩年 你知道兩年來有些新聞 在電視新聞台和綠媒 通通看不到嗎 誰謀殺了言論自由 真相大白系列專題 記錄最黑暗的時代 仰望最稀微的光 請網路搜尋關鍵字 誰謀殺了言論自由 或到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找到播放清單 全系列五支影片 一次看懂 讓我們一起把真相傳出去 人望 氣望 身體望 才望 福望 運到望 望上加望 迎望那福禮盒 年節禮盒首選 還有聚望包 望氣加倍 選購 前欲 musst choix 錘 밀 選購 望望 年iti禮盒 請尚快點購 贏旺那福過好年 Thanks for saying 就在快點購 在快點購 支持中天支持你喜欢的主播 请上快点购中天文创专区选购 一组四张开放预购中千万别错过 欢迎大家上中天快点购文创专区打开这个栏目 你会看到2023年主播的形象照 每个人都有 你可以单独买也可以全部打包 每一位主播都有四张不同造型的照片 不同的形象照 欢迎大家从2022就可以把主播打包回去 待您度过欢乐的2023年 记得上中天快点购文创专区 记得在即将之前输入CTI388优惠折扣码 把俊南美女带回家 接下来讲到俊南 我们来看看是戴立刚的气象时间 在今天华南云带的影响 台湾上空云层量多 局部性的江雨状况 在这周二的清晨之前的时候有 周二的白天的时候 倒是北部地区的阳光露脸了 不过到了傍晚云层又增加了 今天晚上华南云带会持续有影响 所以今晚仍然有局部的短暂雨 不过我们现在讲什么 来讲讲温度了 用一个台北侧站夜晚的低温 来看看未来一个礼拜的变化 因为最重要 剩下一个多礼拜就准备要过年了 大家都要准备大扫除 在天气状况来说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云层多多低温的部分17度 冷空气的强度减弱 再来明天开始3 4 5这三天 低温的部分可以升到18度 云层量减少 阳光开始露脸 三天的好天气适合大扫除 明天一大早 虽然你会觉得云层量多 不过华南水气带来说 正在逐渐的往北抬升了 三天好天气完之后 礼拜六开始要变化了 因为星期六从下午以后开始 随着封面带逐渐的接近 又要转雨了 接着晚上的温度开始下滑 尤其到了星期天 温降的幅度非常的明显 到了周日晚上 周一晚上 低温的部分就只有12度 冷气团的影响 所以礼拜六的晚上开始 冷空气又要来报到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 真实色彩的云屠 从云屠上面 我们先来注意水气的发展 这个水气 从这个中南半岛这边 延伸到大陆的华南 再由华南延伸到台湾的上空 这个水气的影响 最主要是从前天的晚上开始 逐渐的接近 到了昨天的时候 整个开始影响到了台湾上空 尤其昨天晚上的时候 云层在通过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相对的江雨的状况 在这个北部地区有 东半部地区是近地面 吹着东北风的关系 所以有局部的雨 所以昨天晚上就局部下雨了 今天白天的时候的雨的状况 是以北部地区下半雨之后 转为多云时期 因为云层发展量主要在中部以南 云多 但雨的部分偏少 山区部分有雾 明天这个水气开始要逐渐的 往北抬升 所以明天我们会雨后再转为 一个多云的天气 不过今晚要注意 北部跟东部地区仍然有短暂雨 接着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可以注意到 华南水气的发展 最主要在今天的时候 影响台湾上空 晚上要特别注意是 中南部的平原空旷地区 容易会有起雾的状况 还有一个山区的部分有雾 晚上行车方面要特别的留意 北方的高压 因为都是偏弱的关系 所以只有微弱的东北风影响 温度状况在未来几天会慢慢上升 适合大扫除跟采买年货 我们就来看一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 晚上的外岛地区温度仍然比较偏低 白天云层马祖多 金门转为多云时期 澎湖云层偶尔偏少的时候 阳光会露脸 台湾本岛部分 北部雨后渐渐转多云 东半部地区仍然有短暂雨 因为风向吹东风 中南部开始转为多云到多云时期 温度状况回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天气 小叮咛 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西部夜晚容易有误 行车方面要注意 东部早晚短暂雨 雨区行车要小心 谢谢陈拉奇的支持 感谢您 叶子目前也在线上 紫涵 险成 伊诺 紫芳 雪儿 欧阳 猪猪 导播组目前也在线上 还有柱健目前也在线上 感谢大家 还有秋刀雨 感谢 还有TimM 感谢您 再次呼吁大家 记得在中天电视的部分 要按订阅 赶快突破300万 另外在子冰的部分 现在赶快帮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还有很多人 您出国了吗 蛮多人想要出国去旅游的 那么中国大陆 现在也松绑了边境管制 但是很多国家 反倒对中国的旅客 祭出的是额外的防疫检测规定 这让北京当局感到不是很开心 所以北京当局今天宣布了 从即刻开始 要停止发放日本跟南韩旅客 访华签证开出第一枪 对此南韩政府强调 将会跟大陆持续外交沟通 睽違三年 中国大陆开放国门 放宽出入境限制 但南韩政府却对大陆旅客 寄出额外检疫措施 包括另外做PCR 以及要求佩戴黄色识别牌 更需要自费8万韩元 将近2000元新台币 隔离设施更是连一张床都没有 引发北京不满 开出反制第一枪 大陆驻韩国大使馆发布声明指出 10号起暂停签发 韩国公民赴大陆的访问 商务旅游就医过境 以及一般私人事务等短期签证 对此南韩政府强调 将和大陆持续外交沟通 同一天10号 大陆也对日本祭出同样的 入境签证限制措施 来反制日本对大陆的边境措施 但是相较于两国政府的态度 日韩多数民众及业者 却还是非常期待大陆旅客的到来 对此大陆外交部再次呼吁 各国应该要精准防疫 但令人遗憾的是 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事实 和本国疫情实际 仍执意针对中国采取 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 对此中方坚决反对 并采取对等措施 相反的 泰国则是热烈欢迎大陆旅客的到来 泰国副总理兼公卫部长阿努廷 也亲自接待第一批抵达 曼谷机场的大陆旅客 泰国的热情欢迎 也让大陆民众感到兵之无归 也表示可以感受到泰国人的热情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国家的政策放开了 然后也感觉到泰国人民的热情了 有更多小礼物 然后也确实感觉挺开心的吧 包括泰国 新加坡 柬埔寨等国家 都没有对大陆旅客 寄出额外防疫限制 就是因为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大陆旅客是这些东南亚国家 主要的外国观光客群 而现在大陆对韩国及日本 寄出了反制措施 是否会继续扩大 也将影响各国的管制走向 记者历经报导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新的一年传出了职务调动 根据大陆外交部的网站消息 50岁的赵立坚 从新闻司副司长一直要调网制 边界跟海洋事务司副司长 去年12月初也是赵立坚 最后一次主持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赵立坚的新任职务主要是负责拟定 陆地海洋边界相关外交政策 尽管职务是平调 但有美国媒体分析 一次是因为赵立坚的太太 在社群媒体上面抱怨 买不到退烧药品 引发网友热议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过对于这些传闻 大陆外交部都没有相关回应 台南市警察局长方养宁确定要异动 将要调回警政署 不过稍早方养宁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目前还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 会继续坚守岗位 台南市议员蔡玉辉对于方养宁任内 她打了65分 勉强及格 除了运气不太好之外 主要的就是军纪涣散 还有高阶警官涉嫌恐吓 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感觉这两段的表演 我感觉个人打了差不多65分 要说勉强及格 最重要的是我感觉 一直 运气也不好 我们不能说他成败论英雄 不过我一直感觉这几年来 这个担任前几年纪涨来 都是说出很多状况 把他押倒她最后一根稻草 是以秘书席的主任高阶警官 三世纪的警官去恐吓 这个黄埃公有这件 我感觉对他不能谅解 他在那里的人 现在跟我们说情绪都涣散 怎么会这么明显都崩坏 马上就坏掉 那我认为要怪谁 就怪他自己命运不好 铁汉到最后悲情下场 我目前并没有得到任何警政署的人事派令的通知 所以我有跟市长报告 我仍然持续的坚守警察局局长的岗位 我们该主持的专案 该进行的各项工作 如期如此的进行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炮轰 林志坚是草包还喊话 检调赶快调查收押 对此民进党籍的新竹市议员 刘建民 陈建民 刘康彦 还有杨林怡 今天开记者会 则是痛批王世坚当起了高宏安的侧议 要求党中央开除王世坚的党籍 而时视评论员朱凯翔就发现 这三名议员跟林志坚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大算他们是新竹奸细 我觉得坚哥会不会被开除这件事情 根本就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现在讲说要开除王世坚的是 新竹市的三个议员 一个叫杨林怡 就是帮林志坚抄论文的 一个叫刘康彦 过去是媒体同意 他就是帮林志坚主持记者会 说自己没有抄袭的 还有一个叫陈建民 过去是林志坚的助理 然后最近台天道展在发文 然后帮林志坚护航 他那个球场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就是正好就是新竹的奸细 然后在攻击台北的奸细 相奸和太极 NCC日前针对了 中天电视台的 财法案有七件遭到了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销 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 曾明宗 他就奉刺NCC主委陈耀祥 怎么还有脸座在会议室呢 陈耀祥则是回应 也有几个败诉的案件 但是也有几个胜诉的案件 NCC对于判决见解不同 也会依法提起上诉 外界在陈耀祥当主委之后 我也不知道 独立机关在NCC是好笑的 变成一则笑话 我也在行政机关做三十几年 一个行政机关的土华 连续在行政救济里面七次被撤销 更何况现在行政法院还偏利 表示人家的法官也靠不下去 这真的是连续七次 我不晓得你还敢坐在那里 我在行政机关待过 财政部也好 或是政府也好 一次两次被撤销 我们就很紧张了 被撤销七次 他跟我有脸坐在那里 当然我们法院里面来讲 这个的确我们目前来讲 有几个案子是败诉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案子 已经是有申诉确定的了 那这部分来讲 因为这是行政究竟是人民的权利 我们予以尊重 那依法我们也依法提起上诉 那这个到最后决定的结果 我们再来处理 那这个我必须说明了 我们对法官的这个见解 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才会提最高行政法院来上诉 当初送的案件里面 总共十几件 总共的金额是一千一百多万 而现在他被判书的 有七件之多 金额三百多万 将近百分之三十 这么高的比例他判书 以行政单位来讲 被高等行政法院判书的话 就代表他的行政财法是 有严重的瑕疵 他怎么好意思坐在那里 他应该尽速的将 五十二新闻台 尽快的还给中天新闻台 台湾即将在二零二五年 要迈入了超高龄社会 你提早规划好 自己的人生下半场了吗 有人要寒衣弄孙 有人要每天去爬山 有人要环游世界 但是前提是 把身体给照顾好才行 来自日本耗时三十年 研发的鱼油配方 能够帮助中高龄族群 舒缓睡眠 思绪不灵观的问题 好好的照顾自己 很多人因为工作忙碌 年龄增加 而导致思绪问乱不清 睡眠也不理想 快七十岁的艺人检场 和五十几岁的王岳 就谈到最近的身体状况 以及生活上经常碰到的问题 有一回我出门 如果没有关 还好我回去寻那一遍 才没有酿成意外 最糟糕的是 我母亲 她也是思绪出了问题的人 所以我一直很担心 我以后跟她一样的话 那该怎么办 真的不好好保重自己不行 睡眠也很重要 如果睡不好 隔天就影响思绪 精神也不好 对于睡眠问题和思绪困扰 检场和王岳 借由补充DHA芝麻名 有效改善思绪不清的状况 帮助睡眠正常 生活也变得更有活力 更有目标 在没有多久我就要70了 思绪上面是绝对不可以出差错的 不然会给家人带来很多的负担 平常我就会玩鼠毒来做训练 现在有吃DHA芝麻名 过去丢三落四的事情 是越来越少了 我吃DHA芝麻名 到现在一年多了 我真的睡得又比较好 丢三落四的状况也减少了 思绪也清晰多了 我本来都想要开始过半退休的生活 但我现在觉得我的状态很好 对我的思绪也很有把握 以前我不敢尝试做的事情 我现在都有动力想去完成它 很多人不知道鱼油精华 DHA只要氧化就会营养流失 吃了也没有效果 日本保健大厂三德利 耗时30年开发了鱼油配方DHA芝麻名 从新鲜青背鱼 萃取鱼油精华DHA 帮助思绪灵活清晰 再从芝麻中不到1%的芝麻素 升级制成独家成分芝麻名 不仅保护DHA营养不流失 发挥完整功效 同时可帮助入睡 一瓶就有多重功效 选择保健产品 要认明有品牌有口碑 通过SGS检验合格认证 才能确保吃得安心 真正有好眠思绪灵活过生活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考考你这首歌 失恋阵线联盟是哪个团体唱的呢 请在聊天室当中写下来 这是香港的男子天团 曹猛成军37年了 身体状态非常非常的好 他们今年3月 要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 他们希望周董能够来听歌或来表演 因为他们想跟他说声谢谢 看到这么多的粉丝来 就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动 我都会很激动 大家都从小朋友变成 很家人 对 就看到很多歌迷 就真的想到以前我们在台湾 马不停蹄的去做宣传的时候 而且他们就跑着跟着我们去录影 所以非常多的回忆 真的 所以也会很期待就是老歌迷 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听吗 欢迎欢迎 当然我们也需要很多新信带 去支持 所以希望他们的一些孩子们 都跟他们父母亲一样 喜欢查梦的歌这样子 有哪一位自己最期待见 多了好像他刚刚说 哈琳我的好朋友 杰仁 周董 我希望他们都过来看我们演唱会 看我们的好朋友 好久没见 周董之前好几年了 帮我们写了一个歌 三年 四年前 然后我们都没有好好去跟他谢谢 如果这一次他演唱会来 门票 我当然要安排个最好的位置给他看 看得舒舒服服这样子 他要坐哪里都可以 在台上 在台上放一些仪式给他 没有想要直接跟他一起来唱会 对 都好 也好 因为我们也当过他的嘉宾 在香港的时候 也希望他也可以能够来看看我们 我们也在嘉宾 对对对 这样 状态这么好啊 当然都是怎么样训练自己的 体力跟维师好 我们平常都健身房会三个小时吧 做运动 然后对 几乎是 然后游泳也有一个小时 爬山跑步又两个小时 我觉得我们常务是像运动员 运动员 所以我们的体力非常的够 在伸展台上发生了什么事 高恩祖 你五年前就该死了 东大门女生只能剩我一个人 周世玲现在就只等着坠落了 光用想的就觉得刺激 不知道东大门女生就是高恩祖 把所有证据都交给恩祖了 你还算是人吗 妈 你害死了大爷 你女人害死了恩祖 什么 黑夫人找我在哪里 得归 下个轮到周太子了 周一至周五晚间六到八点 钟天宇的台 安美诺美白 修护双闺蜜的背叛 常常感到 生活压力大 常有疲惫感 常常加班轮班 睡觉睡不好 通通都傲 最chill的抒压影子 梦梦水来了 不含多种营养素 帮助入眠好好睡 一包只有十六大卡 白桃工位好清爽 快来一起去一笑 快点购热销中 上网搜寻 快点购 我是林嘉远 2023年我坚持思想是自由的 我是刘云秀 2023年我最爱颜色是自由的 我是洪福奔 2023我喜欢空气是自由的 我是麦玉杰 2023年我希望选择是自由的 你也是吗 Let's keep going 没看过这样的沙沙 原来运动帽戴起来可以那么性感 一顶运动帽 看见中天小金星 家瑜 另一种风情 粉红色 特别适合 全民在幸福里的奇教官 小豪主播 安静下来 把C位让给运动帽 中天文创品牌 Kick going系列 运动休闲帽 个性黑 樱花粉 奶茶色 三环配色即可入手 请上快点购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人望 气望 身体望 财望 福望 运道望 望上加望 凝望纳福礼盒 年节礼盒首选 还有聚望包望气加倍 选购旺旺年节礼盒 请上快点购 迎望大福过好年 就在快点购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 中天辣晚报 我是红淑芬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今天辣晚报的现场 进来之后呢 别忘了先帮我们 按一个赞 然后在底下留言 我目前呢 在主频道 有13000人 我们要请这13000名的好朋友 现在就从我们的主频道 可不可以在上面的 蓝色置礼连结 点进来之后 进入到我们的子频道 我们一起在子频道来收看 待会儿呢 我们就来点点名 首先欢迎大家 同时呢 也要迎接即将到来的兔年 南投呢 在以日本知名的插画 卡纳拉赫拉的小动物 作为是今年的灯会的主题 而且呢 不只是有高达7公尺高的 批注跟粉红兔兔的招财劲宝 那么巨型的花灯之外 还有12个大型的充气藕灯 9场无人机的烟火秀 另外超过16个主题区 有警官花